而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 在殖民时期至新加坡建国初期 许多人移民到新加坡 其中还包括来自中国南方地区的移民者 他们组成了新加坡的华人族群 在接受西方文化熏操的同时 我们在文化、语言、饮食等各个方面 也吸收着来自中华文明的影响 从早期贸易和文化交往 到近几十年来的双边经济合作和人才交流 新加坡与中国的历史文明碰撞 体现在了诸多方面 在我留学期间 我也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丰富历史文明的魅力 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能够走遍中国的其他城市 去感受不同区域不一样的文明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